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一道最后我英文洗度 其实不知道做这集要干嘛 我觉得我做这集是为了promote一个channel 我什么咖 我promote谁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必要介绍一下下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在运动的人的话 特别是有在练下半身 做深蹲之类的话 你可能一直有听说一个说法 就是膝盖不可以超过你的脚趾头 就你在深蹲的时候 如果从侧面来看 你的膝盖是不可以去超过你的脚趾头 因为否则的话所会伤膝盖 这个说法有这么一个trainer 有这么一个program 有这么一个思维 a school of thought 认为这是错的 又怎么样 膝盖超过脚趾头又怎么样 甚至要超过脚趾头 才能够好好的对你的膝盖更进一步的强化 事实上我有信服他这个说法 而且我有照他的方式来做一些训练 我发现我的膝盖比之前还要再跟枪转 这是真的 但是我不能够去真的去完全说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 很厉害的 no 这只是一个some dude 他有非常多的anecdotal story 而且不只他一个人 其实很多人 所以他的名字叫做the knees over toes guy 很奇怪的一个名字 knees是膝盖 toe是脚趾头 所以膝盖超过脚趾头的那个家伙 所以他的频道名称the knees over toes guy 他就一直跟你强调 膝盖超过没有关系 而且他的训练 他的很多 其实他发了非常多 90万个 我他妈妈7000个三小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他 所以我就觉得我还是要推荐他给你 这样子 他的其中一个training的一个regiment 就包括拉雪桥 那个拉雪桥不是说绑在腰上 然后开始往前跑 不是 绑在腰上没错 可是是倒着跑 所以今天在讲这个题目 这个文章 事实上说的是 倒着走 是不是对你的健康能有帮助 那这边的说法是yes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文章 那有兴趣的自己去看 那个nees over toes guy的一些影片这样子 所以他标例说 could walking backwards be the secret to physical and cognitive health 所以倒退走 会不会是这个 后面这两件事情的秘密 所以这个你生理上 或者是认知上的健康的秘密 could walking backwards be the secret to这两件事情 physical and cognitive health alright 好 所以我们就要看有些什么词可以说 他一开始想强调的是 走路是一个比较 我们说这是用低强度的运动 对不对 那你可以说这个低强度 可能low intensity OK的 high intensity low intensity 可能用intensity这个字 来强调强度 但另外一个字可以是impact impact这个字有撞击 或之类的意思 所以走路它的impact比较低 也是事实 跑步的话 它对膝盖的impact可能比较高 这样子 所以他说walking is one of the easiest low impact forms of exercise 这是事实 最简单的 最低的 很低 冲击的forms of exercise 所以运动的形态 这样子 好 那没问题 那每一步都能增加你的新陈代谢之类的 所以新陈代谢这个字复习一下下metabolism OK 好 来我们多讲几个就是反正学英文 好 但有一种walking能够给你更多的能够收到更多的益处 所以这个收到益处啊 那个人不就get benefit吗 或者benefit当动词也可以啊 you benefit from something that's fine benefit可以当动词 可是这里有个不错的动词让你考虑叫做reap reap reap 所以他说one form of walking however can reap some benefits that the traditional forward gate can't provide walking backwards 句点 好这句话 所以有一种形态的walking 能够让你收到一些传统方式走路 是收不到的好处 这样子 reap reap benefits 其实reap这个字 像如果讲清楚一点是拿镰刀在那边收割 ok 所以收割就是reap 所以收割好处其实这个说法并没有错reap benefits 好 那我们讲说那个死神啊 不是拿这把镰刀在那边割人家的魂吗 他就叫做the grim reaper 多讲一个词 grim是不好的这样子 the grim reaper 就是死神的一个代名词这样子 好 那刚还有一个字还没讲到就是gate 所以他说有一种走路的方式 就传统的往前走的这种步态步伐 是没办法提供给你的 它的好处是 好 刚刚传统中不能提供给你 so reap some benefits that the traditional forward gate can't provide 所以这个gate不是gate 那个是闸门之类的 这是gait 所以gate这个字就是步态 ok 走路的样子就是你的gate alright 那还有一个字下面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先讲也没关系叫做stride 那stride的意思是 这里中文翻译叫步伏 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奇怪 你只听中文不符不符什么 不符来变的 不是这个步伏 这个步是步行的步 走路的那个步 浮是幅度的浮 所以你跨步的大小就是你的stride so you make long stride short stride stride ok 好所以这里也是有这个字的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好我直接读给你看 also involves taking shorter strides and more of them 所以要是你今天在往后走的时候 往前走的时候你可以很大步 你自己往后走试试看你就知道 事实上我会这么做 我会在跑步机上倒着跑 你会发现你站着跑的时候 可能可以调在4跟5的速度是很慢的 基于用走的就能够 就走路的这个用走路的pace 你就可以走到4跟5左右的速度 可是你会发现你如果转过来4跟5的话 你已经要小跑步了 你没有办法用走的来走4跟5的速度 倒着走的话 所以因为往后走的时候 你的步伐是比较小的这样子 所以这里再读一次 it also involves taking shorter strides and more of them 没错 所以你的步伐会比较短 而且你就会走比较多步 简单来说 so rather than the longer strides taken when walking forward 所以往前走的时候 你的strides会比较long 所以我会讲 今天讲的两个重点 或许就这两个字 一个叫gate 一个叫stride 一个是你的走路的姿态 一个是你跨步的大小 步伐 ok 好我觉得还不错 至于说 为什么往后走比较好 反正总之这边讲的就是 一大堆啦 它可以强化你的肌肉 强化你的关节 什么这些的 但这些都是它的说法 我读一下 不然我会觉得好像读太少了 这样子 Alright 所以在这里其实讲到就是 有那种中风的患者 然后他恢复的时候去 试着学习走路怎么走 诶 这往后走 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学习方式 so he noted how recovering stroke victims stroke就是中风这样子 who are relearning how to walk may benefit from rehabilitation exercises that include walking backwards by mastering the challenging task of walking backwards they are strengthening their coordination skills and can improve in a less challenging form of movement walking forward 就这样刚刚讲这一句 还有一个字蛮重要的叫coordination 就是你的协调性 给大家看一下打出来 coordination 协调性 像我们讲说手眼协调 hand eye coordination 我们讲说打拳击啦 或者棒球其实也是 眼手协调很重要 对不对 球过来你要能够接得到 所以眼睛能够跟着球 手套去接这样 所以我们叫他hand eye coordination 是手眼协调吗 中文叫眼手协调还是手眼协调 但英文是hand eye 不是eye hand 好 这是我算是熟悉的一个字 好 所以其实今天这一片短短的 主要是想promote一下 这边这个家伙 the knees over toes guy 他的频道蛮棒的 所以要是你对健康有兴趣的话 开始拉雪橇 因为拉雪橇 也可以比较锻炼你腿后面的肌肉 我们常会说像深蹲火之类的 你的你比较会训练到肌肉 可能就是骨势头 就你的前面的腿的肌肉 屁股 glutes 但是后面的比较少训练的到 除非你真的很concentrate 可是我还是觉得太少了 你只要去拉一次雪橇 倒着拉一次 你就知道累死人 可是很爽 ok很爽 好 ok 这个分享给也喜欢运动的你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